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这个电流的磁效应 那这个部分它比较强调说 五种不同的电流所产生的磁场 第一种是点对点的关系 就是用BO沙法定律来解释 然后把它延长成变成一个长指导线 然后再把这个长指导线变成一个圆导线 然后再把圆导线利用安培定律 又把它扩充成一个螺线管跟螺线环 这是我们过去曾经介绍的 这五种电流的情况所产生的磁场 那我们知道磁场一旦产生了以后 它的作用主要是除了磁场以外 它最主要是要能够产生作用力 因为有了作用力的关系以后 这个作用力延伸出来的观念 就是做工的观念 那做工的观念在延伸 就延伸成能量的转换 所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电器 都是从这些观念里面延伸出来的 例如像马达发电机这些等等 就是从力转换成能量的一些观念的延伸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这个区块 当你有了磁场以后 我们如何利用这个磁场来产生作用力 那产生作用力的方式呢 原则上有两种 我们先介绍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用一个电荷 把一个带电量为Q的电荷呢 把它打到你所产生的磁场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磁力 在磁场的作用力呢 利用这个公式来求 因为它是一个向量 就是利用V close B这个向量呢 折出来的这个向量 再乘上这个电荷的带电量 那我们根据向量的外积来讲的话 比如说假设C向量呢 好我们先用把外积来解释一下 它是A向量跟B向量的外积的话 它产生几个关系的说明 第一个关系就是C的方向呢 是由A close B来做决定 我们把右手呢 对着A的方向 那对着B呢把它转 转了以后呢 产生的这个向量的方向呢 就是C的方向 好那换句说C的方向呢 永远都是垂直于A跟B的平面 所以它会垂直于A 好 也会呢垂直于B 好这是我们首先要先有的一个认知 所以磁力的方向呢 第一个 它是由这个V close B的方向来做决定 就是把右手呢 对着V的方向 好那对着B的方向呢 转 我们等一下会用图力呢 来做说明 好那就可以用来决定呢 F的方向 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F呢它是垂直于这个V跟B 所形成的这个平面 好那第三个呢 由外基的定义来解释的话 这个C的量值 好 这个向量的量值呢 是由A的量值 好 乘上B的量值 乘上它们夹角的正弦函数值 这个C塔呢是代表A向量跟B向量的夹角 好 所以由这个向量的外基来解释的话 第一个 这个磁力的大小呢 除了跟带电量有关系以外 带电量越大的话呢 它的这个磁力呢就会越大 所以它的影响因素其实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电荷本身的电量 磁力的大小跟它成正比 好这是我们要首先有个认知 那第二个跟你打到磁场里面去的速度呢 也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第三个就是说你打进去的磁场呢 如果越大的时候磁力当然就越大 那还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从外基看得出来 跟这两个项链的夹角是有关系的 那换言说如果这两个的夹角是零度 或者180度 等于就是说你顺着磁场的方向 打进去的话 这时候的夹角是零度 那如果你打进去的方向呢 是跟磁场的方向是反方向的话 那这两种情形呢 综合起来来讲就是你 跟磁场平行的方向 打一个电荷进去的话呢 它是不会产生磁力的 那这个是磁力的大小的一个控制因素 就是总共有四个因素 第一个是电荷本身的电量的因素 速度的因素 磁场的因素 角度的因素 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认知 那我们下面呢 借由这个图力呢 来做说明 我们利用这个图力呢 来说明磁力的方向 假设一个正电荷 从左边呢 打到一个磁场 这个磁场的方向是朝内的 那我们把右手伸出来 对不对 这个右手的手掌代表V的方向 那对的磁场呢 Close 所以这磁力的方向呢 是往上的 但是呢 如果它是一个负电荷的话 那这个方向呢 就会跟VCloseB的方向呢 相反 它是朝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公式 就是F呢 它是等于Q 然后呢 这边是VCloseB 如果它是正电荷的话 没有问题 这两个方向是 就是F的方向跟VClose的方向是相同的 但是如果它带的是负电荷的话呢 就表示前面是负的 所以代表这个力的方向呢 跟VCloseB的方向呢 是相反的 所以如果它打进来的是个负电荷的话 一样从左边打进来呢 磁力方向是朝下的 接着呢 我们利用一个立体 我们用这个立体呢 来说明这个磁力的 大小的一些因素 以及方向的因素 我们假设有一个磁场 这个磁场呢 是朝向Y轴的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磁场 那现在有一个电子呢 在SY平面上 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 跟Y轴夹30度角的方向 所以这个电子呢 它也是在SY平面上 那根据我们这个 对于磁力的了解呢 这个磁力的方向 一定是朝向YZ轴的方向 因为V的方向 是在SY平面上 那它磁场也是在SY平面上 所以代表这个磁力的方向呢 一定是在Z轴的方向 这时候我们先用这个方向呢 来做确认 那现在呢 这个电子打到磁场里面去以后 它必然会产生一个磁力 那如果只要这个 计算它的量值呢 我们就在磁力的公式就可以了 所以这磁力呢 它的量值来讲 就是用QVB乘上SY的θ 那我们知道电子的带电量呢 是1.6 好不用负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 因为磁力是一个向量 那向量的量值没有负的 我们一定都用正的 这是Q的量值 1.6乘上10的负19次方 那V的话呢 是2 乘上10的7次方 好 然后再乘上B 这个B呢 是10个T 那我们叫SY的30度呢 是2分之1 我们就把它 这个关就把它处理掉了 所以最后的答案呢 就是1.6 乘上10的 好 这边是8次方 那负19呢 加上8的话 就会变成负的11次方 好 牛顿 那各位不要小看这个磁力 感觉好像是很小 那因为一个电子的质量呢 事实上只有9.1乘上10的 负31次方 所以它所产生的加速度呢 是非常大的 我把这个问题稍微做一点延伸 这个加速度呢 是用磁力再除上它的质量 好 因为它的质量呢 只有9.1 乘上10的负31次方 各位同学想想看 1.6除上9.1呢 虽然大概只有0点多少 但是 这个负11呢 如果加上31的话 哦 那个不得了 这是20次方 好 所以它的加速度呢 大约是 看是多少 乘上10的19次方 每秒平方公尺 这个加速度呢 是相当大的 那我做成这样的一个解释呢 主要告诉同学一个观念 因为电子的质点 它是很轻的 那虽然磁力呢 看起来好像不大 可是因为磁力的影响呢 所产生的加速度是非常大的 这是电磁波产生的一个原理 就是我们把一个带电粒子 如果打到磁场里面去呢 它所产生的这个加速度呢 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因此呢 经过这个电磁场的设计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产生电磁波 而且这个电磁波的频率呢 是非常大的 好 有关这个产生磁力的 第一个条件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